4欧姆 4欧姆多少 第一個 你要帶V等IR 你就要帶4欧姆的電阻 帶4欧姆的電壓 這裡目前還沒有求出來 你目前還沒有求出來4欧姆電壓 你22是總電壓 不是4欧姆這邊的電壓 要不然數學用比例的方法 因為B年的時候電壓會一樣 那V等IR電壓一樣的時候 電流會跟電阻成反比 所以一個6欧姆跟4欧姆反比怎麼比 然後你竟然是5安培 那一人分多少 數學也可以解決 數學也可以解決 然後看你要怎麼解決都可以 找一位帥哥男 31號 31 你的答案是什麼 你可以用數學算 你可以代公式算 或什麼都可以 多少 3啊 請坐下 我用代公式算的話 叫代V等IR R等I分之V 那你需要知道電阻 我需要知道電壓 可是我沒有電壓 我是故意要這樣算的 我這裡是故意要這樣講解的 不用數學方法講解 原因一是你們的數學不好 用比的你們根本聽不懂 原因二是因為我要你 確確實實的去了解 我到底是怎麼帶V等IR 我怎麼去利用串聯跟B年的想法 所以我要這樣子講解 電壓 B年的時候電壓一樣 合起來再跟2歐姆串聯 那 2歐姆的 4歐姆的電壓 就加2歐姆的電壓 就是所謂的總電壓 那 10伏特 這是前面算出來過的 這前面在解決過程中 算出來過的 所以我就知道我是12伏特 我就知道12伏特 然後呢 我就知道我是12伏特 我的電阻4歐姆 帶進去V等IRR等I分之V 所以我就知道我的電流就要3A 就解決了 那下一個 6歐姆 我剛講過你可以用比的方法算 你可以用比的方法算 6號大小姐 6號大小姐 你要聽那個誰的 請坐 不用數學就回去帶 跟剛才一樣 要知道6歐姆電阻 要知道6歐姆電壓 然後去求6歐姆電流 那電壓一樣啊 剛才的4歐姆是幾伏特 剛才6歐姆是12伏特 這裡也12伏特 然後R等I分之V嘛 然後就帶出來 他說2A 解決了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你可以看到我在這裡的講解 我一直反覆的帶就是 公式V等IRR等I分之V 然後呢 過程中如果我需要一些東西的時候 回去找以前學過的電流跟電壓的B連 跟串連公式去找到 那有的時候也會用到電阻的串連跟B連公式 所以第一步就是你要先把電壓電流 電阻的串連跟B連公式備好 然後呢 在適當的時候拿出來用 就是我們的解題方式 OK